张华县长王惠美关心县级子弟兵 28日在县府名镇处副处长陈俊南 及张华县军人服务站魏志明镇长等人陪同之下 前往台中成功岭营区 探视第243梯次一般替代役役役男 共33人受到长官及授训艺男们的热烈欢迎 现在我现在针对青年朋友 我们有一个如果你很有才华 我就不是要去上班 我就想要自己开店 还是我要做工作室 我们有另外一个 你上过我们30个小时的创业课程 有农业的 有财务金融的 有电商的 有很多类型的 好 你上过30个小时的课程之后 你自己写提案 只要专家学者认可 最高补助金费是给你30万 到现在我们已经有80几个年轻人 拿到这样的金费了 所以这个部分也可以用 如果你来自于农村的话 家里面本来在务农 那透过你年轻 你的一些对于科技的了解 那你可能就要有一些智慧农业 智慧农业的部分 现在县政府有针对智慧农业 也是30万的补助 那个田里面的森舍 或者一些什么东西 那个都有 那如果你的面积是比较大的 规模大的 你可以另外用一个专案 最多补助到100万 如果你们家是做中小企业的话 最阵子4月1号到4月30号 大概每年都在这时间左右 我们有一个SBIR的升级 是针对中小企业 希望它产业升级 如果它是做自动化的 是做物联的 那原则上会优先来补助 或者它有自己有一个什么研发 什么东西 那有时候需要一点资金 我们这边都优先来处理 一年大概有3000万左右的经费 是在做这个部分 王惠美县长以两则故事 勉励艺男们 凡事都要往积极的方向去思考 快乐度过每一天 退伍以后可以利用 县府开办的各项补助计划 申请奖励补助圆梦 或者是参加大型就业博览会 寻找适合的工作 祝福大家快乐当兵 平安退伍 公民频道许为真台中采访报道